上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股权冻结的问题就接踵而至了 王健林的水逆似乎有点难解 今天以来万达系的资金链 一直是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据企查查相关信息显示 近日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 股权有限公司新增了两条股权冻结的信息 被执行人为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冻结的股权数额分别为50.72亿 1亿人民币 当然这也不是万达商业年内第一次遭遇这种问题了 早在一个月之前 万达与某企业在长春一大型项目有合作 双方至今依然是存在着约10亿元的纠纷 因此对方申请冻结了大连万达商业19亿股权 对于19亿股权被冻结 万达商业进行过回应 冻结的19亿股权明显超出了双方财务纠纷的范围 因此万达选择通过申诉来解决 资料显示 珠海万达商馆是2021年大连万达商馆的新资产部分物馆 和商馆分拆成立而来的为大连万达商馆的子公司 从股权的结构来看 大连万达商馆持有珠海万达商馆69.98%的股份 因为财务纠纷问题对于万达商馆而言大概率会影响上市的进程 因此留给王健林的时间并不会太多 万达商馆也必须在短时间之内解决 因为纠纷问题而被冻结的股权 坎健才就认为 王健林当下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尽快地促成万达商馆港股上市 如此才能够解决万达系的资金难题 且从去年开始 万达系就已经开始部分减持万达电影的股票了 由此可见万达系的资金确实比较紧张 7月10日晚万达电影发布公告称 近日公司收到了万达投资已经减持公司总股本的1.0305%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达投资上述的减持计划 已经累计减持公司总股本的2.5964%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股份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资料显示目前万达电影的股票仍在低位徘徊 较之前的高位跌幅仍超过了80% 根据此前的招股书显示 珠海万达商馆曾与碧桂园物业 蚂蚁腾讯的22家机构签订过对赌协议 今年3月证监会也向万达商馆发去过问询函 其中就关注到如果2023年底不能够上市 那么万达商馆需要向投资者支付回购款事项 要求其补充说明万达商馆的上市进程情况 以及对于大连万达商馆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总而言留给万达以及王建林的时间已经是非常紧张了 而万达商馆也不能够再度陷入纠纷当中去了 因为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万达商馆的上市进程 如果万达商馆没有能够如约上市 那么王建林以及万达将会迎来真正的麻烦 由此可见万达商馆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好 好 好